花莲一所天主教高中 趁着周休二日由校长亲自开车 载着五名学生到台东朝圣 没想到回程的时候发生了车会意外 整辆车不明原因撞上分隔岛之后翻覆 其中一名杜信同学较为严重 有脑震荡的情形 在紧急受医之后还在加护便房观察 先生机清楚拍下白色休旅车 行驶在内侧车道 车辆一路直直开才过路口 直接撞上路中分隔岛 车辆侧翻翻滚一圈之后 零件轮胎四处喷飞停了下来 同向另一辆车也遭波及 从那边过来 我从南部过来 然后你撞到那边吗 中间那个柱子自撞 然后翻过来就撞到他们的车 就撞到他们车 事故现场直见到一名伤者已经陷入昏迷 救护人员赶到后紧急试做CPR 现场多人受伤紧急送医 据了解车内含驾驶一共是六个人 四男两女 开车驾驶是华林一所教会高中的校长 趁着假日再五名学生 前往台东朝圣 没想到回程经过瓜连极安南兵路一段 跟南海三街街口车辆自撞 他撞到村阁岛 那怎么会撞到你 你在里面 他弹起来 没有在外面 所以他是撞到以后弹到你的 对 应该是绿灯 我没有注意到撞到村阁岛 直接撞到村阁岛 因为是那个 是绿灯的 是我自己不舒服 我自己舒服 现场共六人多处插错伤 其中一人有脑震荡 双方驾驶九侧只为零 意思因为校长驾驶精神不济 开车 致壮分隔岛 周末一场失身朝圣之旅 回程却车祸受伤 饱受惊吓 记者 中文报道 是否认为零 继续 很冷的 忍不一样 糊 我都会有什么 我都会有什么 谢谢观看